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锦衣之下,番外之人间清醒 第21-22集,背后 今夏在路易的房间泡了个热水澡 他缓了好久,心方才安定下来 待他泡完热水澡 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貌似没有衣服可穿 总不能穿个浴巾,在路易的房里走来走去吧 这样很尴尬 甚至会让人误会 正当他不知如何是好时 只听见路易在门口道 衣服给你放在门口了 洗完自己出来拿吧 谢谢 今夏不好意思地走到了门口 轻轻地打开了一条缝 见地上静静地躺着一个购物袋 而却不见路易的踪影 他立刻将购物袋拿了进来 打开一看 居然是和自己穿得一模一样的裙子 他心中不禁生起了丝丝的感动 没有想到他居然是如此的细心 他穿好裙子出去时 路易正坐在沙发上等自己 他垂着头 不敢去看他 一时间有些尴尬 我们出去吧 时间太久 大家该误会了 路易收起二郎腿 帅气地起身 谢谢 衣服前我给你发红包 我们加个微信吧 惊吓试探性地拿出了手机 路易笑笑 加微信 据说女生一旦心疑男生 便会想方设法要微信 惊吓脸立刻红了 收起了自己的手机 轻咳一声 尴尬地解释着 我没有 那我改天把钱带给你 路易拿出手机 打开了二维码 调侃道 加个微信吧 毕竟合作一场 总不能连个微信都没有 嗯嗯 惊吓这才拿出手机 加了路易的微信 随即 立刻将裙子的钱发了过去 一千六百元 路易看着转账 愣了片刻 随即点可接收 他看了一眼惊吓 逗弄道 多给了一元 是跑腿费吗 啊 惊吓被逗得有些不知所措 一时间 不知该如何揭答 说跑腿费吧 有些太少 可是一千五百九十九元的裙子 他也不好意思直接发红包一千五百九十九元吧 看着惊吓尴尬的样子 路易笑了笑 逗你玩呢 走吧 出去吧 嗯嗯 惊吓乖乖地跟在了路易的身后 俨然一副小媳妇模样 不知是不是受到剧情的影响 惊吓感觉自己美美和路易在一起 便会很紧张 他严重怀疑自己入戏太深 将剧中的情景带到现实生活中 重新回到游船的惊吓 一直心事重重 思考着要不要报警的问题 此时的制片人早已借口醉酒率先离开 制片人多次想要潜规则他 虽是事情 可他根本没有证据 为了寻找证据 他偷偷地找到了船上的工作人员 想咨询是否有监控的问题 奈何传委处根本无监控视频 这一度让惊吓很郁闷 他只能吃了哑巴亏 他根本没有证据证明 制片人的恶行 报警也无济于事 还会将自己陷入绯闻中 极度郁闷的惊吓提前离开了宴会 闷闷不乐地返回了酒店 姐姐立下正焦急地在家等待 回来了 我给你熬了汤 谢谢姐姐 今夏虚弱地说着 把衣服换一下 穿裙子不舒服 嗯嗯 今夏换好了衣服 坐在沙发上默默喝着汤 立下手里拿着裙子 担忧地问道 夏夏 这条裙子不是你早上穿的那件 可是发生了什么 今夏威郎 一样的裙子呀 立下揭穿道 你的裙子里面的商标被我捡了 而这条裙子的商标还在 今夏尴尬笑笑 扯谎道 我裙子被弄脏了 同事帮我重新买一条 立下怎么可能会相信 紧张地抓着今夏的胳膊 问道 你和姐姐说实话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我就应该和你一起去 不该让你独自一人赴宴 看着着急的姐姐 今夏连忙解释 姐姐 真的没有人欺负我 我衣服湿了 陆毅特意买的一样衣服 怕被狗仔拍到乱血 陆毅 他给你买的 我给他钱了 今夏连忙拿出手机 看自己的微信转账 见转账已经被接收 立下方才放心许多 今夏笑着道 这回信了吧 嗯嗯 下次我一定寸步不离 姐姐 你不要压力那么大 你也需要有自己的生活 不是吗 好了 知道了 早点休息 最近拍戏辛苦了 嗯嗯 今夏暑时有些累了 躺到床上 根本没有心思思考那么多 直接秒睡 这几个月以来 他一直在剧组拍戏 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 甚至更少 整个人都轻瘦了许多 眼下 锦衣情缘拍摄结束 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 许是太缺觉了 今夏这一觉 一直睡到了第二天下午 当他醒来时 姐姐正激动地坐在电脑前 看着八卦新闻 今夏一脸好奇地问道 姐 你看什么呢 这么专注 立下将笔记本移了移 让今夏能够看到新闻热搜 只见电脑新闻上写着 知名制片人 潜规则猥亵女演员 知名制片人吸毒被捕 而那个知名制片人不是别人 正是王制片人 今夏激动地坐在电脑前 一条条地查看相关的热搜新闻 制片人潜规则 淳于敏的视频被曝光 同时 网络上还出现了很多人 举报他右肩 吸毒 现已经被公安局积压 正等着进一步的调查审判 今夏越看越激动 嘴角慢慢浮起了笑意 看来 不是不报 而是时候未到 出来混 迟早是要还的 正义或许会迟到 但是不会不到 丽夏见惊吓笑容满面 狐疑地说道 你怎么这样高兴 这个制片人 在剧组一直在调戏女演员 看他落马 我当然高兴了 哎哎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 锦衣情缘的播出 他不过是一个制片人 因为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丽夏淡淡地说着 看来应该是得罪人了 想要搞紧疫情缘剧组 夏夏 最近小心些 知道了 姐姐 惊吓心中这个开心 恶人终于得到了惩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